斯里朗老板哥伦泰勒透露,吉米巴特勒拒绝了4年1.0亿的提前续约合同,巴特勒2015年和公牛签下了一份5年8774万的合同, 其中2019-20赛季是球员选项,合同价值2040万,根据提前续约规定,巴特勒新合同起薪最高为2018-19赛季年薪1870%的120%,也即是2240万,最高4年1.005亿美元。 而如果巴特勒到2019年夏天和斯里朗已定新续约,他可以拿到3270万美元的起薪,总价值5年1.9亿美元的合同,巴特勒上赛季出战59场,场均得到22.2分,5.3个篮板,4.94助攻,两次抢断,昂发尔天朝最大大的篮球APP。 请注意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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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